记者邱昊棠台南报道,依据卫福部及关署统计,国内结识4月9日共计11例麻疹确定病例,而台南市民共有146人被列入接触者名单。 台南市卫生局长陈怡呼吁麻疹传染力极强,为防范疫情扩大,出现疑似症状者必须落实戴口罩,请洗手与健康自主管理。 陈怡表示,麻疹属于第二类传染病,传染力极强,可经由空气飞沫传染出诊前后4天最具传染力,为防范麻疹疫情扩大,出现疑似症状者有几项防疫上上册。 首先是落实戴口罩,请洗手与做好健康自主管理,也就是一次病例尽可能避免出入人潮拥挤,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,并在与麻疹病患最后接触日起算18天,如出现发烧,鼻炎,结膜炎,咳嗽,红疹等一次症状时紧速就医。 此外,卫生局也提醒预防传染病可透过按时预防接种,例如这次事件就可接种麻疹,塞腺炎,德国麻疹混合疫苗,MMR,加州如有满一岁幼儿也可息至合约院所接种疫苗。 评论